第1237集 雨天爱被抓了 墨小鱼坐在客厅里 看着故意里里外外的收拾东西准备回汤州 这丫头 闹着来的是她 闹着走的也是她 正在感到好笑的时候啊 墨小鱼的手机响了 还以为是拓八千碗呢 拿起来一看 是龙又轩 墨小鱼愣了一下 龙又轩很少主动给她打电话 这次又是有啥事吧 喂 师姐 怎么了 看来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是不会联系我的 是吧 接通电话之后 龙又轩就问道 师姐 谁又惹你了 又来找我撒气 你放心啊 回去我替你收拾她 墨小鱼开着玩笑说道 是吗 你不用收拾谁 你只要劝劝她 别有事没事找我就好了 你说这事闹的 我都没法专心教学了 整天就是为了防备她 龙又轩说道 墨小鱼一头雾水 不得不问道 师姐 你说的是谁啊 我怎么不明白呢 不明白啊 你妈呀 你的亲妈 有事没事来找我吃饭逛街购物 送我这儿 送我那儿 你说我这算什么呀 她这么做让我真的很为难 对了 你在哪儿啊 马上给我滚回来 要不然打电话告诉她 别这样了好吧 龙又轩哭笑不得又无奈地说道 好好好 好 我一定打电话告诉她 墨小鱼听到是杨帆干的事 瞬间就牙火了 对待杨帆啊 墨小鱼真是没有任何办法 唉 要是只有你妈也就算了 和她我也能谈得来 但是几乎每次都带着你那个不着调的妹妹来 哎呦 那个冷言冷语冷嘲热讽啊 墨小鱼 我虽然受够了 你妈再来的时候啊 别怪我不给她面子啊 也不要怪我不给你面子啊 龙又轩说道 谢佳人 他瞎唱什么啊 说的是啊 墨小鱼啊 我还真不是警告你 我总感觉你这个妹妹啊 心里有问题 你还是想想办法吧 唉 我算是福气了 行 等我回去再说吧 我可能马上就回去了 墨小鱼说完 挂了电话 门口啊 已经有人在敲门了 墨小鱼开门一看 是拓跋青丸追来了 拓跋青丸看着屋里已经收拾好的行李 悄声问道 这是要回去吗 顾依依依在里屋换衣服 墨小鱼开的门 哎 生气了 也不说为啥 只说要回唐州 这样 我也得回去处理点事 公司都正常运转了 你要是有时间呢 就去找我 去之前啊 你问问我在不在唐州 墨小鱼说道 真要走啊 拓跋青丸不舍得墨小鱼走 上前抱住墨小鱼的脖子说道 墨小鱼情不自禁地吻了他一口 正当两人难解难分时 顾依依出现在了卧室的门口说道 哎呦 完没完啊 要不然你们去卧室里吧 这丫头现在说话非常刻薄 这话一出 就算是拓跋青丸跟他很熟了 脸也变得通红 你这个死妮子 姐对你不好是吧 胡说八道 拓跋青丸走过去 和顾依依闹成一团 拓跋青丸见留不住墨小鱼和顾依依 只好开车把他们送到了机场 这一路上啊 顾依依的情绪都不是很高 即便是上了飞机 也不大和墨小鱼说话 墨小鱼不问 他就一直保持着沉默 再次回到唐州时 天上呢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墨小鱼和顾依依 一起回到了他租住的房子 没想到顾可可和杜小婉都在这 这都让墨小鱼很意外啊 哎 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就突然回来了 顾可可忙着 去帮墨小鱼和顾依依找衣服换 杜小婉呢 则是站在客厅的一角 显得有些不安 但是又显得很兴奋的样子 因为他再次看到了墨小鱼 依依非要今天回来 上了飞机才知道 唐州有可能有雨 不过呢 好在是降落了 要是再大一点 说不定还会背降其他地方呢 这丫头 狗一阵猫一阵的 没有个定性 顾可可看了顾依依一眼 说道 顾依依没理会自己的姐姐 倒是和杜小婉一起去了卧室 哎 她怎么会在这儿 墨小鱼坐在沙发上 低声问顾可可道 谁啊 你说杜小婉吗 她来找依依玩的 这不是忽然下雨了吗 我就把她留下了 吃了饭再走 怎么了 有什么不妥吗 顾可可问道 没有 我就问问 真没有吗 我可告诉你啊 人家孩子可小 你不要胡来啊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能有什么想法 哎 做饭了没有 还没吃呢 饿死了 我这就去做 你去换衣服吧 都湿了 墨小鱼起身 去了顾可可的卧室 这不愧是女人的闺房啊 进来之后 就感觉到有一丝 亲人心脾的清香 刚刚脱了衣服 顾可可就拿着手机 走了进来 那 电话 震动了好久了 我也是刚听到 墨小鱼一看 是法国长途 猜到可能是白鹿 喂 哪位啊 是我 你在国内吗 白鹿的声音 有点急促 问道 啊 我在哪 出什么事啊 墨小鱼一听 这语气有点不对劲 连忙问道 于天爱被国安的人抓了 我正在赶回国内 处理这事儿 你在国内等着 不要出去了 等我回去再说 诶 什么意思啊 抓了就抓了 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墨小鱼问道 你是在唐州吗 白鹿又问道 是啊 你能不能一口气 把话说完啊 到底怎么了 那好 我直飞上海 然后去唐州 你在唐州等我 这事儿需要你配合 等我啊 我要登记了 回去再说吧 白鹿没再多说 直接挂了电话 就关机了 墨小鱼感到莫名其妙 不知道白鹿 对于天爱被抓 这么紧张干啥呀 将手机扔到了床上 仰面躺下 这个时候 顾可可又进来了 看到墨小鱼 只穿了一条贴身内裤 躺在床上 他给墨小鱼 送来了一杯水 看着墨小鱼 这个模样 脸一下子就红了 墨小鱼看到他这个样子 接过水杯 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英宁一声 被墨小鱼 压在了大床上 我一会儿啊 隔壁的顾依依和杜小婉 就听到了 咯吱咯吱的声音